学会感恩与尊重 2.果果幼儿园的大熊伯伯 000下课了 小动物们高兴地跑到操场上玩 小猴子匆匆和小猪笨笨 围着门为大熊伯伯叫道 没有有个大熊 小猪笨笨还偷偷地 在大熊伯伯的身后 挥了他一下 哈哈哈哈 真是太好玩了 葱葱笨笨快停下 上课了 长颈鹿老师说 今天匆匆和笨笨 真没礼貌 这样做是不对的 孩子们 你们想想 假如果果幼儿园没有大熊伯伯了会怎么样 讨厌的狐狐狮会来抢走我们的玩具呢 凶恶的老虎伯伯还会来抢走我们 最后 大熊伯伯伯为了我们做了那么多事 我们是不是应该尊敬他呀 是呀 是呀 老师说得对 葱葱和笨笨主动向长颈鹿老师承认了错误 他们一起向大熊伯伯告了歉 大熊伯伯伯高兴地原谅了他们